抱緊一點 喔 這個感覺就對了 超緊的腳都差點要上去 對啊 差一點 你腳一直夾住 他只幫你當好玩的對象啊 蛤 那也要打啊 他也要打 沒有玩 終於是沒玩到啦 沒睡著啊 完全與被利用 就是為了進演藝圈 所以那天在家裡看電影 應該是假戲 裝飾 對 完全 沒睡著 我覺得妳的個性 心力善良 人太好 太好掌握了 男生也其實不差 那是她進演藝圈之後 妳身邊的朋友更好看 小優也很主動啊 我在感情當中也是鬧 只要我喜歡這男生 我就不在乎 什麼一定要男追女什麼 我就會很主動那種 因為像之前我就是有一個 有點 反正那時候 對 反正呢 那個男生那完全是我的菜 就是那我一看他就想說 哇 太帥了吧 然後好喜歡 好喜歡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就是 跟他出來約會 然後呢 那個男生騎機車 他還會說 抱緊一點 這個感覺就對了 超緊的腳都差點要上去 走就開始跑不去 而且腳一定要夾住 一定要夾住 一定要一直摸著啦 一定要是 抱緊的腳有什麼摳住 好 先手就好 而且他是自己說叫我抱緊 而且這個男生很貼心 他都會幫我戴安全帽 一切都發展得很順利 然後我也帶著他 就是認識我的朋友 然後他都會跟在我旁邊 然後說哇 這是感覺 我們就要在一起 還有他之前有一次 還約我去他家看電影 那個一定有 那有啦 有啦 那一天還選了一部鬼片 喔 好漂亮喔 那個鬼跑出來這樣 一定要轉 其實我去看那個電影 看了兩次 我跟我不怕 什麼 然後他就我要轉 這樣直接要照他的時候 我傻眼 他給我睡著了 哇 那個晚上什麼事都沒發生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有點失落 然後接著那個男生 就會開始藉由一些工作 就會說 欸 小優 因為他那時候也想要走演藝圈 他就說 你可以幫我介紹 上那個某某某節目嗎 於是我就開始就是 幫他介紹什麼試鏡 也陪他去 就變成他的小助理喔 陪他去試鏡 他就真的順利成為 那個節目的班底了 欸 所以 我是他的你知道 貴人耶 對啊 應該要跟我在一起了吧 沒錯 好 結果呢 就那一陣子 他可能有開始上節目 所以我就覺得他比較毛 我就不吵他 欸 但覺得奇怪 怎麼好像我們那個頻率 就有一點掉了這樣子 我就覺得怪怪的 結果有一天 我去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欸 你知道那個誰誰誰 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嗎 就是那個男生 居然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 我超級難過的耶 就是我這樣子 跟你曖昧 然後幫你 然後你知道選了我朋友 我真的超級難過的 而且他應該知道你喜歡他 非常明顯 我那個看電影 直接這樣靠最近 然後 把我都抱最近耶 然後每天我還有講電話 我就覺得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他現在在哪個節目啊 他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不見了 他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我猜 還猜 還慘耶 還在這個圈子嗎 好像就比較沒有 但他這個 就被你封殺了吧 也沒有 我沒有這個封殺他 我意思是 這都不重要 所以我是想問 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覺得 都已經回家了耶 對 我覺得我前面都發展得很好 我說阿諾不一樣 我前面沒有讓他怕啊 他的問題真的就是 他有時候比較不計形象 對 就會比較搞笑或醜啊什麼 但實際上 當然活潑很好玩 是啊 對啊 是有趣的啊 所以他只幫你當好玩的對象啊 蛤 那也要玩啊 他可以用回家 沒有玩 重點是沒玩到啦 沒有 所以長安 完全與被利用 就是為了進演藝圈 被利用啦 那天在家裡看電影 應該是假室 裝飾 對 沒睡著 我覺得你的個性 心力善良 人太好 太好掌握了 他現在也其實不差 那是他進演藝圈之後 你身邊的朋友 更好看 但是我又有更好看 欸 我覺得小優 我覺得你這樣真的很好 就是你維持你的善良 然後不適合的人 他這樣會離開 就像你剛剛講到的 他已經消失在演藝圈了 我覺得可以證明一點想 就是你因這個事件 然後認識了兩個人 然後加生理的一些 比如說道行又更深 長痛不如轉痛 你好像什麼心靈導師 對啊 對 心靈心靈導師 小優 快點啊 我覺得我的方式 快點 快點是怎樣 聽著啦 我覺得跟我在一起 其實就是第一個 你會很開心 我是一個 就是會讓他 隨時都很歡樂的女生 而且我覺得 我今天會深入他的朋友圈 就比如說 今天假如說 你今天有個局 你覺得好像有點無聊 你叫我去 我覺得會幫你 hold得好好的 什麼 東西要幫你唱歌啊什麼的 要主持沒問題 就是會讓他覺得說 今天有這個女伴 是替他加分的 然後我也會 可能就是比如說 跟他的家人啊 比如說出國會帶禮物給他 然後還會帶家人的禮物 比如說 豐田窮 我就會帶他什麼 豐田窮 謝謝妳 標籤 快就回了 就會帶給他需要的東西 然後他家人需要什麼 媽媽 媽媽需要什麼禮品 我就送護膚禮品 爸爸需要什麼 養酒我就送養酒 就是我會把他家人也按捺得好好的 然後再加 對 然後再加上 就是其實我覺得 生活中要有些情緒 有時候可能就是會撩他一些話 比如說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就是說 妳是屬於就是 妳是屬於什麼星座的 然後男生可能就會說 我有什麼座 那說到妳咧 然後我就會說 我現在代表座 就類似這種土味 沒有 他比較會希望妳說 我希望妳來我家做座 喔 他才不然這麼代表座咧 也是可以 但我沒那麼突然嘛 對 不要那麼直見 或是我希望 進來坐座 那也可以 不是 他應該會說 可以現在坐 不是 太快了 請坐 請坐 看年紀啦 看你急不急 看你急不急啊 對 對 我就是讓男生覺得 好像慢慢習慣有妳的生活 他就會覺得 我好愛妳這樣 對 因為很開心嘛 小優是很值得娶回家的那一種 是啦 我也覺得 在今天大家攻擊我成這樣 妳還想說這麼有人心 就是妳只能娶回家 就是當女朋友的話 有時候有點 就是太 我覺得男生都不太懂 付出的太多 對 是不是 就是很值得娶回家 這樣子當嫌棄良 變成理所當然 就不珍惜 大部分男生會這樣 對 三位女生講完 我好想聽 媽媽桑 媽媽桑 妳的心得 感覺妳經驗非常豐富 我聽說完 我只是心裡在竊笑 說我才會年輕 想當年 我也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我只要喜歡 我就會想辦法爭取 拿下 那時候就有一個男生 真的很可愛又很帥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一票朋友 去那個迪士尼玩 你知道有那個咖啡杯啊 一直旋轉對不對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危險 好尖叫的 我就 我就跟他坐在旋轉盃裡面 因為 一直 轉嘛 我就一直說 啊 好可愛 然後我就一直把他的手 手肘拿過來 靠在我胸口 啊 啊 啊 對 但是我媽媽其實在旁邊 喔 也在咖啡杯裡面嗎 也在咖啡杯裡面嗎 也在咖啡杯裡面 坐在旁邊 坐在旁邊 很難的另外一個 啊 好可愛 媽媽那也很主意 媽媽也怕 妳媽媽也怕 我媽看在眼裡 我媽想說我女兒在咖啡杯 明明就沒有任何人尖叫 我就一直 啊 好暈啊 對 後來真的是 那個男生是有點喜歡我了 出電了 因為他覺得尺寸好 因為 可以這麼說啊 對 他們卡住還滿剛好 他們卡住 那時候還沒有 我沒有交往啦 因為他在北部嘛 我們在中部 所以後來也就 不了了之 因為那時候很年輕 對 但我覺得這方法還不錯 就跟看鬼片差不多 欸 對 剛其實看過去就變你了 對 那招數 招數真的滿多的 對啊